红孩儿的师父究竟是谁 他在凡间惹了祸事 还被观音度化成仙 红孩儿的师父 观音见了都得礼让三分 秘密呢 就藏在火箭枪中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 红孩儿神秘的师父 在神话中啊 有这样一位小孩 其外表是一位孩童模样 但是呢 却已经修炼了三百多年 他武艺高超 又自出武术法宝 神通广大 是西游记中最厉害的小妖怪 不仅年纪小 还有勇有谋 就连孙悟空都曾败在他的手中 他的兵器与三潭海会 大神哪吒极其相似 引得无数后人猜疑 这位红孩儿的师父 究竟是不是哪吒 毕竟呢 他们传说中的那些经典事迹 都有着少年英雄的称号 按照他俩的辈分来看 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猜测 红孩儿是铁上公主 与牛魔王的儿子 妖怪的孩子 果然从小就独立自强 他自幼就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 另起一山头称王 由此可见 他父母的本领 他并未学习到多少 他的兵器与技能 也是与牛魔王不相似的 他究竟有多厉害 竟还被观音招为善才童子 为什么他的武器与法术 与哪吒如此相似 哪吒与红孩儿 都是西游记中的少年英雄 因为年少出名 受到无数人的追捧与夸赞 虽然从小生性顽劣 但是都有着各自的光辉实际 还都与孙悟空交手 更神奇的是 二位都有着相似的武艺法宝 红孩儿出生在火焰山芭蕉洞 而牛魔王虽有帝仙之名 但却实实在在是个妖怪 因此 红孩儿出生 最多被称为妖仙 后期被观音收服 称为了善才童子 相当于位列仙斑了 属于神 哪吒呢 原本就是天神 投胎到陈塘关 生前为人 死后被封为神仙 因此 二人虽然过程不同 但最终的命运是相似的 红孩儿所使用的武器 乃是一杆杖八长的火箭枪 还有着五星变幻之术 不仅能上天入地 还能踩云卷风 最重要的是 它的三昧真火 以及放火的五星车之术 也让它称霸一地 称为山中小霸王 成为了一位 欺压土地山神的顽童 而哪吒的武器火箭枪 也有着自己的名字 又被称作 紫燕蛇毛 因枪头像火一样的形状 所以战斗时 能喷出强烈的火焰 他手拿乾坤 身披红灵 还踩着风火轮 还有九龙神火照 阴阳剑等无数法宝 也相当于是一位 移动的烈火团 红孩儿成为了 善才童子 而哪吒卷 却是天庭中 威名的大神 还被封为 三坛海会大神 由种种迹象来看 哪吒也是能够教会 红孩儿怎么才能 更好地发挥 自身本领 他俩有相似的本领 哪吒武力 法术精妙 都在红孩儿之上 因此 哪吒极有可能 是红孩儿的师父 哪吒竟是 红孩儿的师父 那么红孩儿 是如何拜师的呢 在西游记中 有所记载 观音菩萨 曾带哪吒游礼 因为哪吒 与红孩儿法器相似 觉得他们十分投缘 于是呢 对着圣鹰大王讲道 你可认得这位老师 还对红孩儿描述 这位是我门下弟子 托塔天王 李敬之子 哪吒三太子 还对哪吒讲述说 这位圣鹰大王呢 我已经收入门中了 也是我门下弟子 我且教他一些佛法 于是 哪吒受命以后 负责精进 红孩儿法力 而人宛如 两位小孩相见甚欢 当然了 哪吒是红孩儿的师父 一直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呢 红孩儿 乃是佛家弟子 而哪吒是道教神将 两人之间 怎么会有过多的渊源 因为佛道两家 一直是西游记的 核心思想 他们所处的修炼意识 以及修为信仰 都大不相同 确实存在着 颇多疑点 但是为何 二人的神通 竟如此相似 就连法宝 都是相同的 况且 都懂御火术 属于火性神仙 究竟有多巧合呢 还有人曾说 红孩儿 乃是太上老君的弟子 因为红孩儿 无人能敌的三位真火 乃是拜太上老君所赐 红孩儿出生于 芭蕉洞中 在离芭蕉洞不远处 有中日大火焚烧的山头 大家都称此山为火焰山 而火焰山附近的 民不聊生 天空中连一滴水 都下不来 而火焰山的火 是当年 宋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将太上老君的 八卦炉踢倒了 才掉落在此山上的 因而形成了火焰山 由此可见 火焰山的火有多烈 就连宋悟空的眼睛 都熏成了火眼金睛 而此等烈火 却是红孩儿修炼之地 红孩儿自幼 就在火焰山 修炼三昧真火 所以不少传言也曾说 红孩儿的师父 乃是太上老君 因为他在修炼 三昧真火的时候 却是融入的 道教武学思维 那么 太上老君 究竟是不是 红孩儿的师父呢 太上老君 是道教的三清之一 有着非凡的法术与修为 甚至于远超玉地 而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却是天上老君侵传 红孩儿能够如此灵活 运用自身的法术 看来 也是太上老君 时不时细心地带领 而红孩儿 看似是一位佛门弟子 实则 却是以道家理论在修炼 再加上红孩儿 在牛魔王都不懂 五行之术的基础上 却十分熟练地运用 五行之术乃是道家法术 只有法力道行极高的 道教祖师才会 其中 太上老君 身为道家学派的开山祖师 更是极其精通 这门五行之术 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曾差点烧死孙悟空 他的三昧真火 是谁传授的 红孩儿顽劣不堪 又时常欺压底线 还阻止唐僧师徒西行 为何观音不惩罚他 还为他提升身份 度他成仙 细想而知 观音也因为 太上老君这层隐性关系 才来收复的红孩儿 还能控制牛魔王和铁扇公主 对天庭的忠诚之心 毕竟 牛魔王在下界围摇 也是十分凶残的 这也是红孩儿身通广大的 缘由之一 细数西游记中的秘密 关于红孩儿的师父传言 层出不穷 甚至有传言讲到 红孩儿的师父是菩提老祖 书中呢 交代了宋悟空 从菩提老祖出异业 却不知菩提老祖广度众生 连红孩儿都是他门下弟子 每位神仙都有着自己的师父 像哪吒的师父太义真人 不仅救了哪吒的性命 还度他成仙 教授他修炼之法 还精进了他的仙谷慧根 连无所不能的孙悟空 也是需要师父带领的 为什么孙悟空能够在西情路上 将其他妖怪乱杀 却在红孩儿这一难中卡壳了 圣婴大王红孩儿 曾经有三倍生火 将孙悟空给熏晕 他真的是与孙悟空同出一脉吗 所以才会导致法术相互克制吗 因为孙悟空最多就是一个学完法术后 还没来得及精进 就在半途中 被菩提老祖赶出门的异业生 红孩儿的三倍生火谜团 也引起无数猜疑 有的说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炼丹炉 也有的说 他的法术出自道家菩提老祖之手 因为三倍生火讲究的是定心修心 而对一位道行只有三百年的小孩来说 单凭自己是无法练就此法术的 况且牛魔王与铁上公主 对此法术一窍不通 红孩儿的神通并没有将自己的神通 限制在道教还是佛教 他是佛道皆修 他既要修炼心境 还能够跨越道佛两界 如此的神通也只有无拘无束的菩提祖师了 红孩儿的五星之术 三倍生火等众多本领 为何他一位小孩会有这么高的法术 这不禁使得无数人 对红孩儿的师父是谁 感到十分好奇 才会引得使人一系列的猜疑 那么 红孩儿真正的师父究竟是谁呢 我们也无从所知 只能根据细微联系来思考 红孩儿的师父究竟是不是哪吒 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外貌 还有着相同的法宝 两位天才少年为什么会这么像 你对这个设定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多多转发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